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John 其实我在外面也有参与过很多不同的各种投资的讲座和座谈会 而我个人觉得说Tony的这个可能说投资的指引会有一些不一样 让我觉得有惊喜的地方 觉得说能够学习的地方是 第一 Tony的这些指引和实战的经验其实非常丰富 他们先从一个很广义的宏观的经济来作为一个切入点 能够很容易让读者或者是参与者不了解到整个宏观经济 怎样只影响到各种形象或者各种投资工具的变化和走势 而且它能够辅助于很多不同的一些实战的经验和一种实战的工具 它给了很多不同的网站的一些所谓的指引说 哪一方面可以辅助到我们讲座的一个投资大趋势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这些是还蛮不错的 变成说它能够让我们更加理解到虽然一些比较复杂的投资工具 比如说Futures或者是一些Index 或者是一些商品公司投资 它能够让比较复杂的投资变成比较简单明了 所以我觉得说我个人的意见来讲 如果是有机会的话 理所大家能够赢 你不配合了 我来讲座面 你不应该是最好的 你不应该是太美了 我去Ya